欢迎来到星星频道,请点击订阅并关注,获取最新资讯。 头一次见李沁这么大胆,穿透明薄纱绣凹凸感,瘦小女生也有大能量。 看到昆曲出身的李沁,才能让人明白何为窈窕淑女,一平一笑一朝一世尽险秋波战战妖娆态,春笋仙仙娇媚姿。 虽然如今转战影视圈,但是却把昆曲的体态风格完美地展现出来,有人说他不该放弃昆曲,但是如果没有李沁的出现。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昆曲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,所以评判一个人切不可一页账目。 熟悉李沁的都知道,也许是性格的原因,李沁向来温婉柔媚,装扮风格也大都偏向保守派。 久而久之也让人忽视了李沁的窈窕身材。 没想到李沁放大招来,那也是丝毫不含糊,头一次见李沁这么大胆。 竟然穿着透明薄纱大袖凹凸感,让人不得不感叹,原来李沁这么有料啊,这么瘦小的女生竟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。 李沁选择的白色半透薄纱衬衫,简直是清纯又性感的完美结合。 白色的选择增添了一份清新纯净的气质。 而半透式的设计赋予了衬衫一种神秘魅惑感,透过薄纱衬衫,白皙的肌肤若隐若现。 给人一种由爆琵琶半遮面的婉约美感,仿佛是一幅抽象的画作,让人忍不住想去一探究竟。 下身搭配了一条白色阔腿裤,俐落的裁剪不仅让腿部线条看起来修长纤细。 又为李沁的造型增添了一份潇洒大气感,很好地调和了半透衫给人的性感, 扩腿裤选择了与上身同色的白色调。简洁又清爽,色彩方面采用了一身白的同色系搭配,使整体造型显得高级又协调。 日常我们在搭配性感风单品时,为了避免素气感,最好选择一些中性帅气的单品来调和。 比如这里李沁的上身,选择了黑色路腰抹胸,勾勒出李沁优美的上身曲线,显得妩媚动人。 下身搭配了一条硬朗的黑色皮裤,粗广不羁的皮裤瞬间中合了抹胸的性感,使得整个造型瞬间变得高级起来。 在打造这种混搭风的时候,还需要注意单品配色,最好选择同色系,临近色搭配或是中性色单品,以避免冲突感。 比如这里李沁就选择了黑色抹胸搭配黑色皮裤,一身黑的同色系,上下顺色,不仅整个配色协调自然,还具有一定显高效果。 西装穿不好容易给人老土感。不妨学李沁的搭配,她选择了一款灰色格纹西装干练不失复古意味。 大扩形设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感,尽显潇洒不羁,而内搭的深V背心则增添了几分性感,打破了西装的呆板感。 下身的牛仔阔腿裤增添了洒脱随性感,与扩形西装的风格不谋而合。 李沁这款西装造型,通过不同风格的混搭。弱化了西装给人的正式感,日常中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诉求,选择T恤,陆其装等作为内搭。 李沁日常的搭配非常简约,她选择了白色针织开衫,搭配黑色阔腿裤,这种搭配既不失女性的柔美,又带着些许率性的态度,非常适合现代都市女性的日常穿着。 李沁选择了白色与肤帽作为配饰。不仅与针织开衫形成了色彩上的呼应,还未增添了几分造型感。 在日常搭配中,我们也可以尝试运用帽子、围巾、项链、手链等配饰,来提升造型的时髦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